傻後 今天平安夜24號就收到貨囉 這邊縫溜開箱 開箱看到第一個紙盒子 這邊有一個很方便的算是可以把SIM卡做推出的一個用小道具 然後有說明書跟這個手機殼 說明書在這裡 盒子的拿起來之後就可以看到我們的主角手機啦 這是紫色的 接下來的里程就是充電線、變壓器跟耳機 可以不拆它嗎? 就這樣用好了 可以不要拆 這樣用就好 可以的 真的 這樣省去貼那個保護貼的用 還沒開機了 你要不要先插卡 那以前有那個勾槽 SIM卡的插槽 一個放SD卡、一個放SIM 它可以雙卡 以前這個雙卡是 跟那個SD卡共用 現在不用了 勳規的犀牛盾 好好手機 為什麼要摔它呢? 這次的Zenfone 6 它的鏡頭是兩顆 那沒有前鏡頭 因為它好像是可以翻轉 那翻轉的方式呢 好像是可以直接用這個手機去操作 像是如果要用拍照的部分 我們直接翻轉它的鏡頭方向 像這樣 嘿它就會翻過來了 那鏡頭就會從前面去往後 這樣子的翻轉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翻轉 那這次ASUS的這個側邊有三顆按鈕 那分序是這個前面好像是Google Assistant Google助理的按鈕 然後這是音量鍵 這是電源鍵這樣子 現在不管哪一款手機 好像換 那個轉移手機的資料 都十分的方便 像這個ASUS就有這個一鍵換機功能 然後點擊開始之後 它就會讓你選擇 就是新手機還是舊手機 再做一個藍牙的連結 資料的傳輸 所以基本上 聯絡人相片幾乎都已經轉移 連APP的那個灌號程式都已經有了 所以還蠻方便的